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但是不只是我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我和我周围的人都要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 这就是Oikos 当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 那个家是Oikos 那个家不只是血缘上的家人 那个家是他更广义的说 是我周围的许多我常常会接触到的人 跟我生活在一起跟我工作在一起 跟我居住在一起的这些邻居 这些同事这些朋友这些同学 当信主耶稣我和我周围的这些人 一个一个都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我还是说这段经文好像一个应许 以至于我知道感谢主 上帝不只是爱我 上帝也要透过我能够得爱 让上帝的爱能够临到我周围许多的人身上 这段经文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应许 它也是一个托付 因为我周围的人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 透过你我这个已经是基督徒的人 因为你你家里的人一个一个都要认识耶稣基督 透过我我周围的这些同事朋友 一个一个都要被带到神的面前来 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具体的去做 我们该做的事呢 当我弄清楚这些人是神托付给我的人 我要为他们祷告 我要持续不断的为他们守望祷告 你知道祷告是什么 祷告就是仰望神 祷告就是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很难 很多人都在讲 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 最难的就是家人 你在外面受训 然后去跟一些陌生人传福音 有的时候只要你的面子放得下来 不怕被不怕被别人拒绝 其实那些人对你的认识很有限 就好像我站在台上讲到 对台下的人而言 他们并不知道我生活里是怎么样一个人 他们比较在乎的是 我讲得精不精彩 我讲得他们听不听得懂 哇他们很感动 但是我生活里面的人 我的妻子我的儿女 他们大概不太在乎我讲得好不好 他们比较在乎的是我活得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哇要生活的吸引人 比在台上讲吸引人难多了 但是谢谢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如果你一直觉得说 不行啦 我生活没有见证 我这个人很软弱 我常常做错事 说错话脾气不好 哎呀像我这样的人 我旁边的人不会愿意信耶稣的啦 如果你这样想 你就认定这福音本是你的大能 这福音不是我的大能啊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啊 他能做成 因此我做什么呢 我来仰望神 我好希望我的爸爸能信主 我好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能信主 我好希望我的儿女 我的兄弟姊妹能信主 我好希望我的同事 我的同学能够信主 我好希望在我们社区里面 很多的邻居朋友能够信主 如果这是你所期待的 如果你知道神是这样托付你的 那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我们应该有好的见证 有好的行为 但是不是等我的见证好了 行为好了 我再去传福音 因为不是靠你的见证和你的行为 靠的是什么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祷告 我持续不断地为他们祷告 然后你会发现 神自己会做奇妙的工作 我跟齐美 我的妻子结婚的时候 齐美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 第一个基督徒 但是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祷告 说主 我好希望我们两个结婚 不只是我们两个从此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 所以我相信 当我们两个结婚之后 神要透过这个婚姻 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特别是我们的家族 谢谢主 我的家族里面 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了 但是齐美的家族里面 她是第一个稳定在教会里聚会的基督徒 那我们就来祷告说 齐美啊 我们来祷告 我们持续不断地祷告 她是他们家族里面的小妹 最小的 所以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说服力 大家也不太甩她 但是不要紧啊 这福音不是张齐美的大能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就开始祷告 你知道我们结婚了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当中 在他们的家族里面 她信主之后 我的岳母信主 然后 我们的外公信主 我们的舅舅信主 我们的阿姨信主 我们的哥哥进到教会里面来 我的岳父回到教会里面来 然后 我们的姑爹 姑妈 堂哥 表哥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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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在她的家族里面超过二十几个人 就在这些年间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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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的家族当中 现在几乎全部是基督徒 神真的好奇妙 那这是张齐美的大能 还是我的大能 没有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力 但是 这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们经历的是什么 我们祷告 神做奇妙的工作 你不要灰心 这段经文说 我们行善 如果不丧志 也就是你继续做下去 不要灰心 时候到了 主自己会做的 你已经为家人祷告很久了 不要灰心 继续祷告 时候到了 你会看见 上帝在你的家族当中 做荣耀的大事 不要灰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